疫苗登记 您是不是有去更改 或是你现在终于是登记成功了呢 来看到的是呢 现在重新开放了 那么在从今天下午2点钟 开始到29号中午12点 38岁以上的台湾民众 你都可以预约接种AZ疫苗 此外也提供18岁以上的民众 意愿登记这个部分 你可以来更改 或是你之前刚好是没有登记 你现在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就不会被排除在外 那么新的呢 意愿登记或更改意愿者 其实因为你是后来在改的 或是后来加入的 你必须等到前一批打完之后 才会轮到你 不过这次平台当中注意到了 也加入了国产疫苗高端 那么提供20岁以上的民众来选择 我们看到在COVID-19疫苗 第四文接种预约当中 其实被民众之前抱怨说 怎么一直登记到呢 一直等不到那个检讯人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打 那么现在疫情 还是会让大家很担心害怕的 就今天突然大翻转了吗 因为呢在1922 疫苗预约平台 突然无预警了修改了游戏规则吗 你不用等这个 看到是人家简讯预约你了 你只要符合资格证联令队的 不用简讯都可以来预约 顺利就预约成功 那么针对台湾截至目前 看到是在昨天的7月26号为止 疫苗的覆盖率 台湾已经达到了是 28.74% 2×8左右 那么对于这样的现象 指挥官陈忠也说了 很少国家可以打得这么怪 那么认为是很有信心 那么另外也宣布了 那么现在看到疫苗意愿的登记 今天也再度开放了 那么规则也曝光 民众你可以重新登记 那么也可以更改之前的意愿 如果你之前可能 你没有打到没有勾到AZ 你只有莫德纳 说真的这三四百万人 几乎都担保了 你没有办法加入这个行列 那么今天有机会改变了 那么但是前提 你必须把前面的这些 看到之前先选AZ疫苗 那些民众打完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 多了国产疫苗高端的选项 加了进来 但是高端其实有一个门槛 你要打你必须是20岁以上的 才可以 27号下午2点开始 疫苗意愿登记 接种预约平台重新开放 直到29号中午12点为止 38岁以上已经 意愿登记者可以预约30号 开始施打疫苗 这次重新开放 意愿登记不止让民众可以调整 有意愿接种的疫苗 同时新增高端疫苗 提供24以上民众选择 最下面会有一个修改登记 跟取消登记的这个两个 所以你只要点入修改 修改登记 那就会出现有再增加高端 这个选项 指挥中英强调安排顺序的部分 前一部意愿登记 7月19号结单的会先处理完 才会处理新的登记 提醒完成意愿登记 后续才会收到预约简讯通知 系统平台会依照疫苗分配情形 参照民众登记意愿 通知符合预约资格的民众 国产疫苗加入接种行列 是否冲高疫苗涵盖率 最后的关键就看民众的意愿 记得综合报道